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有一个小变化 来自裂聘网的我们的老朋友朱家英 今天变身人力观察员 也就座于我们的专家席 欢迎家英 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第一位求职者 王俊杰 二十四岁 安徽行政学院电子商务专业 大家好 我叫王俊杰 来自安徽合肥 毕业于安徽行政学院电子商务专业 好 欢迎你来到飞机墨手 俊杰 谢谢 咱们从你的这个个人经历来聊一聊 你最早什么时候开始创业 我大一是参加我们一个实验基地 就是说代运营 去别的公司学习 学什么呀 电商运营 那你无论是兼职也好 还是通过这种方式也好 你人生赚到的第一笔钱 是通过什么赚到的 刚开始的话是通过代运营 帮别的公司就是一个月 创造了一万多的利润嘛 干什么了 迷彩服 当时就是月收入两千多嘛 大二的时候 我觉得Aster做得不错 就自己也开个店 去别的公司那里进货嘛 干什么 然后也是做迷彩服嘛 相当于分销商 大概是当时月收入 能达到个两万多 中间的那一个 多元模式助力学生创业嘛 这一块就是我当时 跟我学校地商基地 一起就是上了那个报纸嘛 最右边那个穿黑色衣服的就是我 问一个问题 学校在里面帮你做了点什么 学校帮我对接了资源 然后呢 送我去他们公司学习 这事你觉得 你能赚两万多 学校的功劳占多少 我觉得如果没有学校 给我这次机会 我基本上是赚不到这个钱的 哎对 知人图报 好孩子 接着说吧 大三干了啥呀 因为我毕竟学到了东西嘛 我总要回馈点东西 所以就是我 回馈给谁 回馈给我们基地 所以我当了我们学校的一个讲师 而且我当讲师 这段是没有工资的 就把我学校的东西 传授给我们的学弟学妹 你带出了五个年销售额 过五百万的运营 对吗 对 你是怎么带出这五个年销售额 过五百万的运营的 先教理论知识嘛 把我所学的一些框架交给他们 然后呢 我带着他们做一遍 那你在学校期间做到的最高的这种校企项目的职位是什么 呃 运营总监